話說,李斯寫了行篤澤書之後,人品和聲望都跌到谷底 李斯龐大的勢力已經被趙高越滑越空 但是李斯還是落不到決心反擊,一味向後退 形勢發展到現在,李斯再多的讓步都已經不能夠再滿足趙高 李斯只要還沒死,對趙高就始終是一種威脅 最近,李斯一直在這裡委曲求全,唯恐被趙高找到落手的借口 只不過,還是那句說話,借口永遠是天下間最容易找的東西 趙高的借口是來自一個跟李斯完全扯不到關係的人 這一日,胡亥忽然間深血來潮,打算關心一下國事 於是就召集那幫宮廷博士的就問了 我聽說那些道賊到現在為止都還是很猖獗 你們有什麼高見呢 那幫博士三十多人一起就答話了 希望,希望陛下能夠暫停收建柯房公公請,減輕付稅,安撫百姓,使天下得以安居樂意,那鬚亂自然就會平復的了 胡亥聽到即時就生氣了 啊?誰夠膽動浸的柯房公啊?啊?誰夠膽動浸的扶稅啊? 博士叔孫通見到勢頭不對勁了,他就說了 陛下,各位餘生的說話都不對 當今天下已經合為一個大家庭 為了郡縣城池,消融了各種兵器 向天下間的人超時不用再用他 何況有嚴明的君主,君臨天下 幫下面制定了原備的法令 使得人人都遵法守職 四方八面都歸附朝廷 哪裏還有人夠膽造反啊? 現在只不過是一班道賊偷下東西罷了 何足掛齒呢? 下面的官員正在搜捕他們,按罪論署 完全不用憂慮的 胡亥這樣才轉奧為喜啊 呵呵呵,好,好 於是,上次叔孫通靚步二十匹,依一閘 而至於剛才那些勸他停止修建柯房公的博士 全部下令投入監獄,叫那些玉莉置他們嘴 叔孫通和其餘幸免於難的博士 出了工,回到家就擺酒壓驚 短間,一個博士正仙就質問叔孫通說 先生,怎麼能夠尚言阿如奉承皇上呢? 呵呵呵,你有所不知了 如果不是我在樹,你們哪裏逃得出苦口啊? 這個正仙呢,身高雖然不夠五尺 但是脾氣就滲為火爆的 他大聲說 死何足距呢?我等食國之路,中國之時 現在國家有難,你當秉公直間 怎麼可以只是顧個人安危啊? 那個正仙呢,越講越興 一手拿過一支蠟燭就載到叔孫通那裏 叔孫通一言為意,正中的頭殼 蛤?他不生氣啊? 神色自宜地笑著說 哈哈哈哈 先生用火攻,為什麼會出此下策啊? 正仙就更生氣啦 走近叔孫通,將他連人帶座席 一舉舉起,然後就關落地下 叔孫通在地下慢慢爬起來 哈哈,還是風度不改 慢慢整理一下衣服 坐定之後,悠悠閒地對正仙說 我有雅良,不和你一般見識 正仙擴鬧啦 啊,拔把劍出來就要殺叔孫通了 叔孫通見到正仙禮真的 還理你什麼雅良不雅良啊 沒有鞋玩這劇就走路了 再都不夠膽在咸陽多作停留 一直扔回去故鄉涉地 後來,叔孫通先後侍奉漢良 楚懷王、漢羽 最終就歸於劉邦 為漢朝制定禮儀 先後拜為太常、太子太父 賭亦都一生功得圓滿 正仙插一把劍入肖 惡高頭痛飲三杯 望望那幫博士,他慷慨地說 唉,國事如此 全部都是因為閹人趙高而起 各位,請稍後 讓我拿到趙高人頭 送給朱公送走 那幫博士多數都是讀書人來的 哪裏見過這樣的鐵血場景才行的 全部驚慌失措不知道怎麼辦 正仙趕完之後 大搭步走出門口 趁著走興,拿著劍走得很快 剛剛 趙高在咸陽宮裏面出來 這時候的趙高 自己知道樹敵太多 每次出入都戒備炎馬 非常小心 後面是跟著十部車 全副武裝 車兩邊站滿著駕毛襲擊的兵士 只要其中一樣東西沒有準備好 趙高就不會,也不夠膽出門 護衛甲士看到正仙也不提防 正仙一顆矮釘 誰都猜不到他是來做刺客 正仙只是說有急事要告訴郎忠靈 那護衛甲士就放了他過去 正仙走到趙高身前 趙高正想問 正仙撐一聲罰把劍出來 對著趙高就刺 趙高身高臂長 用力絕倫的嘛 一拿 拿著正仙手腕 用力一捏 只聽見 咳一聲 正仙手腕骨當堂碎裂 再都沒力抓劍 把劍當聲跌落地下 正仙見到行刺不成了 張大口就罵 有這麼骯髒就罵到這麼骯髒 趙高笑著說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真是天下的勇士吧 居然敢刺殺我 嘿嘿嘿嘿 刺殺不到還罵我 趙高一邊講笑 一邊順勢將正仙灌在地下 一隻手就拿著正仙的頭髮 將他的頭起勢撞到地下 撞到正仙下頭波血流昏迷不醒 就是這樣一陣間功夫 聚集了幾百個看熱鬧的人 一時之間 就遇到水舌不通 趙高見到有觀眾 越來越興奮 就想演戲了 於是 都拿著正仙對腳 高舉過頭頂 就想將正仙抹開兩腿 嘩 周圍的觀眾啊 大氣都不敢出 既恐懼又興奮 趙高忽然間又改變主意了 將正仙扔回到地下 叫人找些成縮來 一頭插著正仙 一頭就綁在馬車之上 然後拆馬羊邊 招搖過市 就是這樣 正仙鑑生被人在地下拖死 在他身後 是一條漫長的血痕 碗沿彎曲 穿街過巷 一直去到咸陽宮前 離皇帝互害 只不過一兩里地那麼遠 很不容易 撞到一次刺殺 他是雷聲大 就雨點小 無驚也無險 趙高回府之後 只是覺得意猶未盡 索性找個心腹過來 交把劍給他 指著自己的肚腩就說 刺我啊 心腹嚇到 不知道趙高是想怎樣 死人都不肯 趙高不高興 叫你刺 你就刺 心腹嚇到 並不小心跪在那裡 他說 微神不敢 舊老爺 遙護書 微神 唉 不用怕 你刺就是了 我不單止不怪你 反而重重有想 那那那 那 我刺的了 說完 拿起把劍 慢慢就向趙高的肚腩捉過去了 唉呀 你不可以爽手一點的嗎 心腹滿頭大汗 唯有把心一猛 閉上眼 一劍就揍出去了 趙高動都不動 一劍入肚 嘿嘿 好像刺下爛皮革那樣 唉呦 唉呀呀呀 趙高痛到整個蛋起 掩著肚子就跳上跳下 唉呀 你這個死仔呀 你真是能下手的 講完 拿把劍出來 一劍剁了心腹的頭殼下來 然後叫個衣冠來幫自己止血包紮 那這些呢 就不講他了 話說 正先死了 而且是很殘忍地被人摧殘而死 搞到朝野震動 人人自危 趙高的權勢呢 也都因為這樣就更加膨脹 再都沒有人夠膽跟他直接叫板 而李斯 聞到了血腥味 越來越覺得不安 不用幾日 又接到大仔李游 在三村發回來的家書 書信裡面他抱怨說 朝廷派來使者監軍 搞到他沒有了自由 什麼朝廷派使者監視李游 這件事李斯並知情的 嗯 看來 一定是趙高 瞞著他在搞鬼 目的就再明顯不過 就是要找到和搜集到李游通敵的罪證 那麼李斯本來就以為他和趙高已經取得共識 對李游三村中敵之事是既往不夠的 嘿嘿 我們猜不到趙高他反轉豬肚就是屎 李轉面就要搞李游 李游並沒有通敵 這一點李斯是很清楚的 但是李斯更加清楚啊 罪證這家東西啊 說沒有就沒有 說有就有 實在找不到 也都可以生安百祖 一旦趙高找到 又或者捏造出李游通敵的罪證 那就足夠至李斯全監於死地了 事已至此 李斯就不得不反擊了 但是很可惜 李斯已經錯過了時機 趙高的緊逼再加上他自己的配合 已經使到他的實力大打折扣 現在的他已經武力發起武鬥 就唯有選擇文鬥了 於是 趁著胡亥加林金泉宮遊戲換灑 而趙高又不在胡亥身邊 李斯就趁著夜色的掩護 輕車簡蟲 秘密來到金泉宮求見 胡亥招例拒絕見面 幸好李斯有兩手準備 將一早就寫好的奏章拿出來 叫那些宦官轉給胡亥 奏章是這樣寫的 我聽說 臣子被同君主 沒有說不危害國家的 妾時被同丈夫 沒有說不危害家庭的 現在 有些大臣 擅自掌握賞佛大權 跟你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非常之不妥當 從前 師誠子寒 做宋國聖相 自己掌握刑罰大權 用威權行事 一年之後 就挾持了宋國國軍 還搶賣王衛 天上做齊簡工的神子 著為高到全國無人可以跟他匹地 自己的財富和公家的一樣多 他行恩師衛 那些下得百姓的外大 尚得群臣的擁護 暗中 竊取了齊國的權利 在廳堂裡面又殺了左羽 又在朝廷上 殺死齊簡工 這樣就完全控制了齊國 這些天下人都知道的 現在趙高有邪癖過分的心智 和險詐叛逆的行為 就好像子漢做宋國聖相時候的所作所為 他私人佔有的財富 要正如天上在齊國的時候那麼多 他又同時使用田上子漢的叛逆方式 然後竊取了陛下你的威信 他的志向就如同韓紀 做韓安的宰相時候一樣 陛下 你不早作打算 我擔心他遲早會發動叛亂的 喇 李斯的奏將已經不屬於最起碼的掩飾了 而是直接對趙高指名道姓 直指他有謀反作亂之心 胡亥對趙高就信任有家 怎麼用得人家說趙高壞話才行 於是就宣李斯進見質問他 你這些是甚麼說話 趙高原本只是個宦官 但是他不因處境安逸就為所欲為 也不因為處境危險就改變忠心 他品行廉潔一心向善 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地位 因為忠心耿耿才被提拔 因為講信義才保住陸位 朕確實認為他是賢財 而你懷疑他是甚麼原因 再加上我年紀輕輕就沒有了父親 沒有甚麼知識 不懂得怎樣管理百姓 而你年紀又大 我擔心跟天下人隔絕 我如果不將郭氏託付給趙高 那還應該用誰 況且趙先生他為人精明廉潔 竭盡其力 下能了解文情 上能信息我的心意 請乘相你不要懷疑 胡亥的話說得很重 意思也很明白 你李斯年多大了 都沒有幾天時間可以過 幫不到我甚麼忙 我不信任趙高還信任誰 照這樣看來 在胡亥的心裡頭 只是等李斯一死 就馬上安排趙高接李斯的班 趙高當時是郎中令 已經可以無法無天就視以妄為 如果再讓他做成相 明正言順掌握朝廷大權 那後果就更加無法徹上了 李斯怎麼能夠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他就大聲爭辯了 他說 不是這樣的 趙高從前是卑賤的人 並不懂得道理 他貪得無厭 求利不止 地位權勢只是僅次於陛下 但是他追求地位和權勢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 所以我先說是很危險 誒 誠相你無須多言 朕不喜歡聽這些說話 講完 一拼三袖就走人了 李斯知道胡亥一行人 下次再想見到他 就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了 心裡頭一急 沖著胡亥的背影就大聲說 閉下留步 身還有說話要講 誒 誒 誒 講了 李斯心急了 他開始狗急跳牆了 那李斯又會跟胡亥講什麼呢 下次再說 接著請收聽李斯傳奇的特別製作 焦卓寧 見招過招 古中有古 古經招過招 過招 趙高的步步緊迫令到李斯不得不反擊 在胡亥的咒書當中 李斯就直陳趙高的惡劣品行 直指趙高有謀反之意 但是胡亥就很信趙高的 根本就不讓人家說趙高的壞話 胡亥呢 本來應該是一個法官的角色 但是這個時候 他竟然成了趙高的辯護律師 在他的眼裏 趙高呢 簡直就是太監中的極品 是一個道德模範你 那也難怪的 趙高可以讓胡亥亂來 亂玩 亂殺人 做皇帝呢 做到舒服無比 唉 你說死不死啊 胡亥這樣做皇帝 李斯還會有好下場嗎 在這裏呢 我想引用李亞平先生 在他的帝國政界往事 公元1127年大宋十六 後記當中的一段說話 一個家庭女 政府家長的氣質教養 能力性格 為人處事 對於這個家庭 是否幸福的關係極重 一個單位裏面 一二把手的氣質教養 能力性格 為人處事 對於這個單位 是否興旺發達的關係極草 很少聽說一個單位的一二把手 九死倒座 該單位的員工還會特別有團隊精神 由此想到 一個國家裏面 恐怕不能夠說歷史就是人民創造的 和皇帝宰上門沒有什麼關係 尤其是中國 誰都知道皇帝宰上意味著什麼 誰都知道他老人家根本就是我們的天地神領 誰都知道他比我們的親媽媽親老爸管得還要闊得多 既然是這樣 想搞清楚中國歷史上那些回場蕩器 一唱三嘆 跌蕩起伏 長歌當哭的事 還是搞明白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可能還未夠 說不定雲裡霧裡反而更加糊塗 很多事從人的角度想一想 將人當成人創磨一下 說不定很快就搞明白了 秦帝國又互害這樣一位 不知好大的混蛋當家 秦帝國怎麼會有好下場呢